真言第一章 可以获得智谋 使人明白真言和辟语 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他们的言语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但愚望人藐视智慧和教训 我儿 要听从你父亲的教训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训会 因为这些要做你头上的划官 做你颈上的金链 我儿 如果坏人引诱你 你不可随从他们 如果他们说 你跟我们来吧 我们要埋伏流人的血 我们要无故的潜伏伤害无辜的人 我们要好像阴间一般 把他们活生生吞下 他们整个被我们吞下 如同下坑的人一样 这样 我们必得着各样贵重的财物 把略物装满我们的房子 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我们大家共用一个钱袋 我儿 不可和他们走在一起 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 因为他们的脚奔向邪恶 他们急于流人的血 在飞鸟眼前 张摄网罗是徒劳武功的 他们埋伏是自流疾血 他们潜伏是自害己命 凡是贪爱不义之财的 所走的路都是这样 那不义之财夺去了贪财者的性命 只会在街上呼喊 在广场上扬声 在闹事中心呼叫 在城门口发出言语 你们渔蒙人喜爱渔蒙 好讥笑的人喜欢讥笑 愚昧人恨恶之事 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因我的责备回转 我就把我的心意向你们倾吐 把我的话指示你们 我呼唤 你们不肯听从 我伸手 没有人理会 你们既轻忽我的一切劝告 不肯接受我的责备 所以你们遭难的时候 我就发笑 惊恐临到你们的日子 我就吃笑 惊恐临到你们 好像风暴 灾难如同飓风来临 患难困苦临到你们身上 那时 他们必呼求我 我却不回答 他们窃窃寻找我 却寻不见 因为他们恨恶之事 不选择敬畏耶和华 不接受我的劝告 竟是我的一切责备 所以 他们必自食其果 必保偿自己 所设计谋的伤害 于蒙人的背道 必杀害他们自己 愚昧人的安逸 必毁灭他们自己 唯有听从我的 必安然居住 得享安宁 免受灾祸的惊恐 真言第二章 我儿 如果你接受我的话 把我的诫命 珍藏在心里 留心听智慧 智力求聪明 如果你为求哲理而呼喊 为求聪明而扬生 如果你寻找他 如同寻找银子 搜寻他 好像搜寻宝藏 你就明白 怎样敬畏耶和华 并且获得对神的认识 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 知识和聪明 都出自他的口 他为正职人 珍藏大智慧 给行为完全的人 做盾牌 我要看顾正职人的路径 护卫虔诚人的道路 这样 你就明白公义 公正 正职 以及一切善道 智慧必进入你的心 知识必使你欢悦 明辨的能力 必护卫你 聪明 必看顾你 要救你脱离邪恶的道路 脱离说话 乖谬的人 那些人离弃正道 走上黑暗的道路 他们喜欢行恶 喜悦恶人的乖谬 他们的道路弯曲 他们的行径 偏离正道 智慧要救你 脱离淫乱的妇人 脱离说谄媚话的妓女 他离弃年轻的配偶 忘记了神的约 他的家陷入死地 他的路径下落阴间 凡是进到他那里去的 都不能转回 必得不着生路 因此 智慧必使你 走在良善人的道上 持守义人的路 因为正职人 必在地上安居 完全人 必在世上存留 但恶人必从地上除灭 行事奸诈的 必从世上拔除 真言第三章 我儿 不可忘记我的训会 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因为 他们必把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岁数 和平安加给你 不可让慈爱诚实 离开你 要细在你的景象上 刻在你的心板上 这样 你在神和世人眼前 必蒙恩宠 得着美名 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要承认他 他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 不可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恶事 这必使你的身体健康 使你的骨头滋润 你要把你的财物 和一切出手的能作物 敬奉耶和华 这样 你的仓库 必充满有余 你的榨酒池 也必盈溢新酒 我儿 不可轻看 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恶 他的责备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 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 他喜爱的儿子一样 得着智慧 或智聪明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智慧的利润 胜过银子的利润 智慧的收益 胜过黄金的收益 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 你一切所喜爱的 都不足与智慧比较 智慧的右手有长寿 左手有财富和尊荣 智慧的道路 尽是欢悦 智慧的路径 全是平安 对紧握智慧的人来说 智慧是生命术 凡是紧抓智慧的 都是有福的 耶和华以智慧奠定大地 以聪明 坚立高天 因他的知识 深渊就裂开 天空也低下甘露 我儿 要谨守大智慧 和明辩的态度 不可让他们离开你的眼目 这样 他们就必做你的生命 做你井上的华士 你就可以安然走路 你的脚必不至半岛 你躺下的时候 必不会惊恐 你躺过的时候 必睡得香甜 忽然而来的惊恐 你不要惧怕 恶人的毁灭临道 你也不要恐惧 因为耶和华是你的倚靠 他比护卫你的脚 不陷入网罗 如果你的手 有行善的力量 就不可推辞 要向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行善 你那里 如果有现成的 就不可对灵舍说 你先回去 明天再来吧 到时我必给你 你的灵舍 在你旁边安居 你不可设计害他 如果人没有加害于你 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 不要极度强暴的人 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一切道路 因为偏离正道的人 是耶和华所厌恶的 正直人却是他所亲爱的 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 却赐福给义人的居所 他讥笑那些好讥笑的人 却赐恩给谦卑的人 智慧人必承受尊荣 愚昧人必蒙受羞辱 真言第四章 孩子们 要听父亲的教训 留心学习哲理 因为我授予你们的是 美好的学问 我的训会 你们不可离弃 我在我父亲面前 还是小孩子 在我母亲面前 是独一的交儿的时候 父亲教导我 对我说 你的心要持守我的话 你要遵守我的诫命 就可以存活 要求取智慧和哲理 不可忘记 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话 不可离弃智慧 智慧就必护卫你 喜爱智慧 智慧就必看顾你 智慧的开端 是求取智慧 要用你所得的一切 换取哲理 你要高举智慧 智慧就必使你高升 你要怀抱智慧 智慧就必使你得尊荣 智慧必把华冠 夹在你头上 把荣免赐给你 我儿 你要听 并要接受我所说的 这样 你就必延年已受 我只叫你走智慧的道 引导你行正直的路 你行走的时候 脚步必不会受阻碍 你奔跑的时候 也不会跌倒 你要坚守教训 不可放松 要谨守教训 因为那是你的生命 不可走进恶人的路径 不可踏上坏人的道路 要躲避 不可从那里经过 要转身离去 因为他们不行恶 就不能入睡 不使人跌倒 就要失眠 他们吃的是坚饿的饭 他们喝的是强暴的酒 一人的路径 却像黎明的曙光 越来越明亮 直到日午 恶人的道路幽暗 他们不知道自己因什么跌倒 我儿 要留心听我的话 侧耳听我所说的 不可让他们离开你的眼目 要谨记在你的心中 因为得着他们 就是得着生命 整个人也得着医治 你要谨守你的心 胜过谨守一切 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 你要除掉欺诈的口 远离乖谬的嘴唇 你双眼要向前正视 你的眼睛要向前直望 你要谨慎你脚下的路径 你一切所行的就必稳妥 不可偏左偏右 要使你的脚远离恶事 真言第五章 我儿 要留心听我的智慧 侧耳听我的哲理 好让你持守明辩的态度 你的嘴唇谨守之势 因为淫妇的嘴唇滴下蜂蜜 他的口比油更滑 至终却苦似苦紧 快如两刃的剑 他的脚走下死地 他的脚步踏向阴间 他不理会生命之路 他的路径变迁无定 自己也不知道 孩子们 现在要听从我 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 你的道路要远离他 不可走进他的家门 免得你的精力给了别人 你的年日交给了残忍的人 免得外人保享你的财物 你劳碌得来的 归入别人的家 在你生命终结 你的肉体和身躯衰残的时候 你就悲叹 说 我为什么恨恶管教 我的心为什么轻视责备 不听从我老师的话 也不留心听那些教导我的人 在众民的集会中 我几乎落在万劫不复之地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引自己井里的活水 你的泉源怎么可以万亿 你的河水怎么可以留在街上 他们要独归你一人所有 不要让外人与你共享 要使你的泉源蒙福 要喜悦你年轻时所娶的妻子 他像可爱的母鹿 人所喜悦的母山羊 愿他的乳房时常使你满足 愿他的爱情常常使你恋慕 我儿 为什么恋慕淫妇 为什么拥抱妓女的胸怀呢 因为人的道路都在伊和华眼前 他也审查人的一切路径 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 他必被自己罪恶的绳索缠住 他必因不受管教而死亡 又因自己过分欲望而走进歧途 真言第六章 我儿 如果你做朋友的保证人 替外人挤掌担保 如果你给自己口里的话缠累 给你口里的话绑住 我儿 既然你落在你朋友的手中 就要这样行 好解救你自己 你要自己降悲 去恳求你的朋友 不要让你的眼睛睡觉 不要容你的眼瞼打顿 要解救自己 向羚羊脱离猎人的手 向飞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懒惰人啊 你去看看蚂蚁 查看它们所行的 就可得着智慧 蚂蚁没有元帅 没有官长 也没有统治者 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 在收割的时候积聚粮食 懒惰人啊 你要睡到几时呢 你什么时候才睡醒呢 在睡片时 打顿片时 抱着手 躺卧片时 你的贫穷 就必向强盗来到 你的缺乏 就必向拿兵器的人来到 无赖汉 坏人 到处使用欺诈的口 他以眼传神 用脚示意 用指头指点 心唇怪谬 图谋恶事 常常散布纷争 因此 灾难必忽然临到 他必突然毁灭 无法挽救 耶和华恨恶的事有六样 连他心里厌恶的 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说谎的舌头 留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事的心 快跑行恶的脚 说谎的假证人 和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 我儿 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训会 要把他们常常系在你的心上 绑在你的景象上 你行走的时候 他们必引导你 你睡觉的时候 他们必保护你 你醒来的时候 他们必和你交谈 因为借命是灯 训会是光 出于管教的责备 使生命之道 能保护你 远离邪恶的女人 远离妓女 缠妹的舌头 你心里 不要贪恋她的美色 也不要给她的 媚眼勾引 因为妓女 使人只剩一块饼 通奸的妇人 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如果人把火藏在怀里 她的衣服 怎能不烧着呢 如果人在火炭上行走 她的脚 怎能不灼伤呢 凡是和别人的妻子 通奸的 也是这样 凡是亲近她的 都必不免受罚 盗贼因饥饿偷窃冲击 人不会鄙视她 但如果她被捉住 就要妻被偿还 要把她家里所有的财物 都交出来 和妇人通奸的 实在无知 行这事的 是自我毁灭 她必遭受击打 被凌辱 她的耻辱 永不能涂抹 因为极度激起了丈夫的恋怒 使她在报仇的时候 必不留情 任何赔偿 她都不接受 纵使你愧送许多礼物 她也不肯罢休 真言第七章 我儿 要遵守我的话 把我的诫命 珍藏在心里 遵守我的诫命 你就可以存活 遵守我的训会 好像护卫你眼中的同仁 要把他们 细在你的指头上 刻在你的心板上 要对智慧说 你是我的姐妹 要称呼聪明为亲人 这样行就可以保护你脱离淫乱的妇人 脱离说谄媚话的妓女 我在我家的窗户内 透过窗帘往外观看 看见在渔蒙人中间 在少年人里面 我发觉 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 在街上经过 走进营妇的住处 向着她的家走去 那时是黄昏 傍晚 是在夜里天黑的时候 看哪 有一个妇人来迎接她 是妓女的打扮 心蠢诡诈 这妇人喧哗不停 不受约束 她在家里停不住脚 她有时在街上 有时在广场上 或在任何角落旁边藏服 她紧拉着那少年人 和她亲嘴 厚颜无耻地对她说 我曾许愿要献平安祭 今天我刚还了我所许的愿 因此我出来迎接你 窃窃寻找你 终于找到你 我已用毯子 埃及县织成的花纹布 铺了我的床 又用墨药 沉香和桂皮 熏了我的踏 来吧 我们来保享爱情 直到天亮 我们来在爱中尽情享乐 因为我丈夫不在家 远行去了 她手里带着钱袋 要到月圆的时候才回家 营妇用许多花言巧语 引诱她 用谄媚的嘴唇勾引她 少年人就立刻跟随她 好像牛走向图房 又像渔望人 带着锁链去受刑罚 直到箭矢射透她的肝 她仿佛飞鸟投入网罗 并不知道会丧失性命 孩子们 现在你们要听从我 留心听我口中的话 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路 也不要迷恋她的路径 因为她使许多人倒闭 被她杀害的实在无数 她的家是通往阴间的路 是下到死亡的工房 真言第八章 智慧不是在呼唤 聪明不是在发声吗 她在路旁高处的最高点 在十字路口站着 在城门旁 在城门口 在进城门的空地上 大声呼喊 众人啊 我向你们呼唤 对世人发声 余蒙人啊 你们要学习精明 愚昧人啊 你们心里要明白事理 你们听着 因为我要讲论极美的事 我要开口说正直的事 我的口要论述真理 我的嘴唇厌恶邪恶 我口里的一切话 都是公义的 毫无弯曲欺诈 我的话对明里的人 都是对的 对得着知识的人 都是正直的 你们要接受我的教训 不要银子 宁愿得着知识 胜过精金 因为智慧比红宝石更好 你一切所喜爱的 都不能和智慧比较 我 智慧和精明同住 我又获得知识和谋略 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邪恶 骄傲 狂妄 邪恶的行为 乖谬的口 我都恨恶 我有才智和大智慧 我有聪明 我有能力 君王借我掌权 统治者借我制定法纪 领袖 贵族和所有公义的审判官 都借我治国 爱我的 我必爱他 因切寻找我的 必定寻见 财富和尊荣是我的 恒久的财产和公义也是我的 我的果实胜过黄金 胜过精金 我的出产胜过纯银 我走在公义的道上 行在公正的路上 使爱我的承受财产 使他们的福库满意 在耶和华创造的开始 在太初创造一切以先 就有了我 在亘古 在太初 在未有大地之前 我已经被立 没有深渊 没有大水的泉源以先 我已经出生 大山未曾奠定 小山未有以先 我已经出生 那时 耶和华还没有造大地和田野 也没有造地上的泥土 他立定诸天的时候 我在那里 他在渊面上界 划地平线的时候 我在那里 他上市穷仓坚固 下市深渊的水泉稳定 他为海洋定出界限 海水不能越过他的命令 他又划定大地的根基 那时 我在他身边做工匠 每天都充满喜乐 时常在他面前欢笑 在他的大地上欢笑 和世人一同喜乐 孩子们 现在你们要听从我 持守我道路的是有福的 你们要听从教训 要做智慧人 不可离弃教训 听从我 天天在我门口警醒仰望 在我门框旁边守候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找到我的 就找到生命 他也必得着 耶和华的恩惠 得罪我的 是伤害自己 凡是恨恶我的 就是喜爱死亡 真言第九章 智慧建造自己的房屋 凿成七根柱子 他宰杀牲口 调配美酒 摆设沿席 他拆派几个使女出去 自己又在城里的高处呼喊 谁是渔蒙人 可以到这里来 又对无知的人说 你们都来 吃我的饼 和我调配的酒 渔蒙人啊 你们要丢弃渔蒙 就可以存活 并且要走在智慧的道路上 纠正好计笑人的 必自招耻辱 责备恶人的 必遭受羞辱 你不要责备好计笑人的 免得他恨你 要责备智慧人 他必爱你 教导智慧人 他就越有智慧 只教义人 他就增加学问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智圣者 就是聪明 因为 借着我 你的日子就必增多 你一生的年岁 也必加添 如果你有智慧 你的智慧 必使你得意 如果你讥笑人 你就必独自担当一切后果 愚昧的妇人 喧哗不停 她是愚蒙 一无所知 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 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 向过路的人呼叫 就是向往前执行的人呼叫 谁是愚蒙人 可以到这里来 又对无知的人说 偷来的水是甜的 在暗中吃的饼是美味的 人却不知道 她那里充满阴魂 她的客人 是在阴间的深处 真言第十章 所罗门的真言 智慧的儿子 使父亲欢乐 愚昧的儿子 使母亲忧愁 不义之财 毫无益处 唯有公义 能救人脱离死亡 义和华不容许义人抵受饥饿 恶人的欲念却无法得着 游手好闲的招致贫穷 勤力工作的得到富足 夏天收聚的是明慧的人 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休的人 福祉临到义人头上 强暴遮盖恶人的口 义人的名必蒙称赞 恶人的名字却必腐朽 先纯智慧的必接受诫命 最纯愚望的必自遭灭亡 行为完全的步步安稳 行事弯曲的终必败露 一眼传神的使人受害 最纯愚望的必自遭灭亡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强暴遮盖恶人的口 恨能挑起纷争 爱能遮掩一切过失 聪明人嘴里有智慧 无知人背上受刑障 智慧人积唇之事 欲望人的口招致毁灭 富翁的财物是他的奸臣 穷人的贫乏是他灭亡的阴游 义人的功架就是生命 恶人所得的却是刑罚 遵守教训的走在生命的路上 离弃责备的却是走上错路 隐藏怨恨的嘴里必出谎言 散播谣言的是愚昧人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失 约束自己嘴唇的是明慧人 义人的舌头好像纯淫 恶人的心思毫无价值 义人的嘴唇培育多人 欲望人因无知死亡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仇烦 愚昧人以行恶为嬉戏 聪明人却以智慧为乐 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身上 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 暴风一过 恶人就归于无有 义人却有永远的根基 醋怎样使牙酸倒 烟怎样熏木 懒惰人也怎样使拆他的人难受 敬畏耶和华可以延年益寿 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 义人的盼望使他们喜乐 恶人的希望终必幻灭 耶和华的道是完全人的保障 却是作孽的人灭亡的阴游 义人永不动摇 恶人却不得安居在地上 义人的口结出智慧的果子 乖谬的舌头必被割除 义人的嘴使人喜悦 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 真言第十一章 诡诈的天平是耶和华所厌恶的 准确的砝码是他所喜悦的 傲慢来羞辱也来 谦卑的人却有智慧 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他们自己 奸诈人的奸恶却毁灭自己 在神发怒的日子 财物毫无益处 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完全人的公义必使自己的路平坦正直 但恶人必因自己的邪恶跌倒 正直人的公义必拯救自己 但奸诈人必陷溺于自己的恶欲中 恶人一死 他的希望就幻灭 有能力的人的盼望也消灭了 义人得蒙拯救脱离患难 恶人却来代替他 不敬前的人用口败坏灵舍 义人却因知事免受其害 义人亨通全城欢乐 恶人灭亡大家欢呼 隐正直人的祝福 成的地位就提高 隐恶人的口成就请妇 藐视灵舍的真是无知 聪明人却坚默不言 到处搬弄是非的泄露秘密 心里诚实的遮隐事情 没有智谋国家败落 谋事众多就能得胜 为外人做保证人的必受亏损 厌恶替人挤掌担保的 却得着安稳 贤德的妇女得着尊荣 强暴的男子只得着财富 仁慈的人自己获益 残忍的人自己受害 恶人赚得的工价是虚假的 播种公义的得着实在的赏赐 恒心行义的必得生命 追随邪恶的必至死亡 欺诈的心是耶和华厌恶的 行为完全是他所喜悦的 恶人必不免受罚 但义人的后裔必蒙解救 妇女美丽而无见识 就像金环戴在猪鼻上一样 义人的愿望尽是美好 恶人的希望必招致愤怒 有人慷慨好施 财富却更增添 有人吝啬过度 反招致贫穷 乐上好施的人必得风欲 失惠于人的 自己也必蒙失惠 囤积五谷的必被人民咒诅 出售粮食的福祉必临到他的头上 殷妾求善的必得到爱顾 追求邪恶的 邪恶必临到他 依赖自己财富的必然衰落 义人却必繁茂 好向绿叶 祸害自己家庭的必承受清风 欲望人必做心思智慧的人的仆人 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 智慧人必能得人 义人在世上尚且受报应 何况恶人和罪人呢 真言第十二章 喜爱教训的就是喜爱之事 厌恶责备的却是鱼丸人 良善的人必得到耶和华的恩宠 图谋奸计的人 耶和华必把他定罪 人不能视凭恶行监利 但义人的根必不动摇 有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 怡修的妇人如同丈夫谷中的朽烂 义人的仇算是公平 恶人的计谋却是诡诈 恶人的言语等着要流人的血 正值人的口能拯救人 恶人寝负就不再存在 义人的家却必站立得住 人因着自己的名讳必得称赞 但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 被人轻看却有仆人的人 胜过自尊自大却缺少实物的人 义人连自己牲畜的性命也顾惜 但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 耕种自己田地的 也有充足的粮食 追求虚幻的实在无知 恶人贪慕坏人的网罗 义人的根得以结果 坏人嘴里的过失是自己的网罗 但义人必脱离患难 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藏美物 人手所做的必归到他身上 欲望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 只有智慧人肯听劝告 欲望人的恼怒历时显露 精明的人却能忍受羞辱 吐露真情的彰显正义 做假见证的却是诡诈 有人说话不慎 好像利刀刺人 智慧人的舌头却能抑制人 说实话的嘴唇永远尖利 撒谎的舌头 扎眼间消失 图谋恶事的心唇诡诈 使人和睦的心中喜乐 义人不会遭遇灾祸 恶人却饱经祸患 撒谎的嘴唇是耶和华憎恶的 行事诚实是他所喜悦的 精明的人隐藏自己的知识 愚昧人的心却显出欲望 因情人的手必掌权 懒惰人的手必做苦工 心中忧虑使人消沉 一句良言使他欢喜 义人做自己邻舍的引导 恶人的道路却使别人走迷 懒惰的人不去烧烤他的猎物 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 在公义的路上有生命 这路径之上没有死亡 真言第十三章 智慧的儿子听从父亲的教训 好讥笑人的不听责备 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得偿美物 奸诈人的欲望却是强暴 谨慎口舌的可保性命 口眉遮拦的自取灭亡 懒惰人渴求却一无所得 殷勤人必得风欲 义人恨物虚假 恶人行事 遗臭遗休 正义护卫行为完全的人 邪恶却使犯罪的人轻负 有人自冲富足却一无所有 有人假装贫穷 财物却极多 人的财富是他性命的暑假 穷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 义人的光必明亮 恶人的灯必熄灭 傲慢只能引起争端 接受劝告的却有智慧 不劳而获的财物必快减少 慢慢积蓄的必然增多 所盼望的持言未得令人心忧 所愿的来到好比生命术 藐视训言的必自取灭亡 敬畏借命的必得善报 智慧人的训悔是生命的泉源 能使人避开死亡的网罗 聪颖的名讳使人蒙恩 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 精明的人都按知识行事 愚昧人却显露自己的欲望 坚饿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 忠心的使臣使人复原 轻忽管教的必至穷乏受辱 看重责备的必得尊荣 所愿的成功使人心里甘甜 远离恶事 却为愚蒙人憎恶 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 与愚昧人唯有的必受亏损 祸患追赶罪人 义人必得善报 善人给子孙留下产业 罪人的财富却是为义人积藏 穷人的耕地可产大量粮食 却因不义都被摧毁了 不用仗责打儿子的是恨恶他 爱儿子的必对他勤家管教 义人必吃得饱足 恶人却空着肚子 真言第十四章 智慧妇人建立家世 欲望妇人亲手拆毁 行事正直的敬畏耶和华 行为乖僻的却藐视他 欲望人的口中长出骄傲的枝子 智慧人的嘴唇能保障自己 没有耕牛 槽头干净 出产丰盛 却是凭着牛的力量 诚实的证人不说谎话 虚伪的证人吐出谎言 好绩效人的寻找智慧却寻不着 聪明人寻找知识 却轻易得着 你当离开愚昧人 因为你不会从他的嘴里 晓得知识 精明人的智慧 能分辨自己的道路 愚昧人的愚望 却欺骗自己 愚望人 讥笑赎千计 正直人中间 却有恩宠 人的苦楚 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心中的喜乐 外人也不能分享 恶人的家必毁坏 正直人的帐篷却必兴盛 有一条路 人以为是正路 走到尽头 却是死亡之路 人在喜笑中 心里也会有痛苦 欢乐的结局 会是愁苦 心中被盗的 必保偿自己行为的恶果 善人也因自己所行的得到善报 愚蒙人 凡话都信 精明的人 却步步谨慎 智慧人 敬畏耶和华 远离恶事 愚昧人 却骄傲自恃 轻易动怒的 行事愚望 心怀诡计的人 被人恨恶 愚蒙人 得愚望为产业 精明的人 以知识为冠冕 坏人 必俯伏在好人面前 恶人 必俯伏在义人门口 穷人 连邻舍也厌恶他 财主 却有很多人爱他 藐视邻舍的 视为有罪 恩待贫穷人的 视为有福 图谋恶事的 不是走错了吗 谋求善事的 必得慈爱和诚实 一切劳苦都有益处 嘴上空谈 引致贫穷 智慧人的冠冕 是他们的财富 愚昧人的欲望 始终是欲望 做真见证的 救人性命 吐出谎言的 以鬼诈害人 敬畏耶和华的 大有倚靠 他的子孙 也有避难所 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 能使人避开死亡的网罗 君王的荣耀在于人民众多 帝王的没落 由于国民寡少 不轻易动怒的 十分聪明 轻易动怒的 大显欲望 心里平静 可使身体健康 但极度能使骨头朽烂 欺压贫寒的 就是辱骂造他的主 恩待穷苦人的 就是尊敬造他的主 恶人必因自己所行的恶事 被推倒 一人死的时候 仍有所倚靠 智慧居于聪明人的心中 愚昧人心里所存的 人所周知 正义使国家兴盛 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明慧的臣仆 为王喜悦 遗羞的仆人 遭王震怒 真言第十五章 柔和的回答 使烈怒消退 暴力的话 激动怒气 智慧人的舌头 阐扬之势 愚昧人的口 发出欲望 耶和华的眼目 无所不在 坏人好人 他都见察 说安慰化的舌头 是生命术 坚饿的舌头 使人心碎 欲望人 藐视父亲的管教 看重责备的是精明的人 一人家中 财宝丰富 恶人的收入 却带来扰害 智慧人的嘴唇 散播之势 愚昧人的心 并不是这样 恶人的祭物 是耶和华厌恶的 正值人的祷告 却是他所喜悦的 恶人的道路 是耶和华厌恶的 追求公义的人 却是他所爱的 离弃正路的 必受严厉的管教 恨物责备的 必至死亡 阴间和灭亡 展露在耶和华面前 何况世人的心呢 好绩效人的 不喜爱责备他的人 也不到智慧人那里去 喜乐的心 使人脸上 荣光焕发 心中愁苦 使人精神颓丧 聪明人的心 寻求知识 愚昧人的口 只吃愚望 困苦人的日子 尽是艰难 心中畅快的 好像常享风言 财务虽少 而敬畏耶和华 胜过财务丰富 却烦恼不安 吃素菜而彼此相爱 胜过吃肥牛 却彼此憎恨 脾气暴裂的人 常引起纷争 不轻易动怒的 可平息争执 懒惰人的道路 好像荆棘篱笆 正直人的路径 是平坦的大道 智慧的儿子 使父亲快乐 愚昧人 却藐视自己的母亲 五知的人 以愚望为乐 聪明人 却行事正直 不经商议 计划必定失败 谋事众多 计划就可成功 应对得当 自己也觉喜乐 何时的话 多么美好 生命之路 领明慧人向上 因此 他可以离开 在下面的阴间 以和华 必拆毁骄傲人的家 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 邪恶的思想 是以和华厌恶的 恩慈的话 却是纯净的 贪爱不义之财的 祸害自己的家 恨恶贿赂的 必可以存活 义人的心 思想怎样回答 恶人的口 发出恶言 也和华远离恶人 却垂听义人的祷告 眼中的光彩 使人心快乐 好消息 使骨头滋润 听从有关生命之责备的 必住在智慧人中间 轻忽管教的是藐视自己 听从责备的 却得着智慧 敬畏也和华 是智慧的教训 尊荣以先 必有谦卑 真言第十六章 心里的筹划在于人 舌头的应对 却出于耶和华 人看自己一切所行的 都是清洁的 耶和华却衡量人心 当把你所做的 交托耶和华 你的计划就必成功 耶和华所造的 各有目的 连恶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而造的 心里骄傲的人 都是耶和华厌恶的 他们必不免受罚 因着怜悯和信实 罪孽得到遮盖 因为敬畏耶和华 人可以避开罪恶 人所行的 若是蒙耶和华喜悦 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 与他和好 收入少而有公益 胜过收入多却毫无正义 人心计划自己的道路 他的脚步却由耶和华指引 王的嘴里有神的叛语 审判的时候 他的口必不差错 公正的秤和天平 都属耶和华 朗中的一切砝码 都是他所造的 作恶是君王所厌恶的 因为王位是靠来公义建立的 公义的嘴唇 是君王所喜悦的 他喜爱说话正直的人 君王的烈怒 好像死亡的使者 唯有智慧人能平息君王的怒气 君王脸上心悦的光彩 使人得生命 君王的恩宠 好像春日雨云 得智慧胜过得金子 选择哲理 胜过选择银子 证实人的大道远离罪恶 谨守自己道路的 保全自己的性命 在灭亡以先 必有骄傲 在跌倒以前 心中高傲 纯谦卑的心 与穷乏人在一起 胜过与骄傲人 同分战利品 留心听训言的 必定得意 依靠耶和华的是 有福的人 心中有智慧的 必称为聪明人 动听的话 能增加说服力 明慧人的明慧 是他生命的泉源 欲望人的惩罚 就是欲望 智慧人的心 教导自己的口 使自己口中的话 增加说服力 恩慈的话 好像风巢中的蜂蜜 使人心里甘甜 骨头健壮 有一条路 人以为是正路 走到尽头 却是死亡之路 劳力的人 身体的需要 促使他劳力 因为他的饥饿 催逼着他 无赖之徒 挖出邪恶 他口里的话 好像灼热的火 怪谬的人 散播纷争 搬弄是非的 离间 亲密的朋友 强暴的人 引诱灵舍 令他走邪恶的道路 眯着眼睛的 图谋怪谬的事 紧敏着嘴唇的 做成恶事 白发是荣耀的冠冕 在公义的路上 必能得着 不轻易动怒的 胜过勇士 克服己心地 胜过把成功取的人 千泡在人的怀中 一切决断 却在于耶和华 真言第十七章 平静相安地 吃一块干饼 胜过严席满屋 吵闹相争 明慧的仆人 必管辖主人 遗休的儿子 又可以在众儿子中 同分产业 用锅炼银 用炉炼金 唯有耶和华锻炼人心 作恶的人 留心听邪恶的话 说谎的人 侧耳听攻击人的话 嘲笑穷人的 就是辱骂造他的主 幸灾乐祸的 必难免受惩罚 儿孙是老人的冠冕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于丸人说家美的话 是不相称的 何况尊贵的人 说虚谎的话呢 在愧颂的人看来 贿赂有如灵符 无论他到哪里 都必顺利 遮掩别人过犯的 得到人的喜爱 屡次提起别人过错的 离间亲密的朋友 对聪明人 说一句责备的话 胜过责打愚昧人一百下 悖逆的人只求恶事 必有残忍的使者 奉派去对付他 宁愿遇见失掉柚子的母兄 也不愿遇见正在行 欲望式的愚昧人 以恶报善的 灾祸必不离开他的家 纷争的开始 如同决堤的水 所以在争执发生以前 就要制止 宣判恶人为义 才定一人有罪 二者都是耶和华所厌恶的 愚昧人既是无知 为什么手里拿着 嫁淫要买智慧呢 朋友常显爱心 兄弟为患难而生 为灵社几掌做保证人的 是无知的人 喜爱增进的 就是喜爱过犯 把家门建高的 自取灭亡 心唇欺诈的 得不着益处 舌头搬弄是非的 避陷在祸患中 生下愚昧的儿子 使父亲忧愁 于完人的父亲 毫无喜乐 心里喜乐就是良药 心灵忧郁 使骨头枯干 恶人暗中接受贿赂 为要歪曲公正 聪明人面前有智慧 愚昧人却眼望地极 愚昧的儿子 使父亲愁烦 使母亲痛苦 惩罚义人 以事不当 击打正直的官长 更是不妥 有知识地 约束自己的言语 聪明人心平气和 愚望人 莫不作声 也算是智慧 闭口不言 也算是聪明 真言第十八章 离群独处的 只顾自己的心愿 他抗拒一切大智慧 愚昧人不喜欢明白事理 只喜欢显露自己的心意 恶人来 也带来藐视 羞耻的事 也引致羞辱 人口中的言语 如同深水 智慧的泉源 好像涌流的河水 在审判时 偏袒恶人 屈网义人 是不对的 愚昧人的嘴 引起纷争 他的口招来则打 愚昧人的口 自取灭亡 他的嘴唇 是自己性命的网罗 搬弄是非的人的言语 如同美食 伸入人的脏腑 工作懒惰的 是灭亡者的兄弟 耶和华的名 是坚固的高台 一人投奔 就得安全 富翁的财物 是他们的奸诚 在他们的想象中 犹如高强 灭亡已先 人心高傲 尊荣已先 必有谦卑 不先聆听就回答的 这就是他的愚望和羞辱 人的心灵能忍受疾病 心灵忧郁 谁能承受呢 聪明人的心 获得知识 智慧人的耳朵 寻求知识 人的礼物 能为他开路 引他到大人物面前 首先陈述情游的 似乎有礼 等他的邻舍来到 才可以查明实情 抽签能止息纷争 排解二强之间的纠纷 触怒兄弟 要劝他和解 比去奸诚还难 这样的纷争 如同堡垒的门栓 人口中所结的果子 必使自己的肚腹饱足 他嘴里所出的 必使他饱足 生与死都在舌头的泉下 爱把弄这泉饼的 必自食其果 密得贤妻的 就是密得幸福 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宠 穷人 起恩哀求 财主却声色俱立地回答 朋友众多的人 终必彼此破裂 但有一位朋友 比兄弟更亲密 真言第十九章 行为完全的穷人 胜过说话欺诈的愚昧人 一个人没有知识是不好的 脚步匆忙的难免失足 人的愚望毁灭自己的道路 他的心却恼怒耶和华 财富使朋友增多 但穷人 连他的一个朋友 也与他分离 做假见证的 必难免受惩罚 吐出谎言的 必不能逃脱 尊贵的人 很多人求他的情面 慷慨失证的 人人都做他的朋友 贫穷人的兄弟都恨他 他的朋友更疏远他 虽然他多多恳求他们 他们却不理会 得着智慧的 爱惜自己的性命 保持明达的 必得益处 做假见证的 必难免受惩罚 吐出谎言的 终必灭亡 愚昧人生活奢侈 是不相称的 何况奴仆管辖领袖呢 人的名讳 使他不轻易动怒 宽恕别人过失的 是自己的荣耀 王的愤怒 好像狮子的吼叫 他的恩宠 如同草上的招鹿 愚昧的儿子 是父亲的祸患 吵闹的妻子 好像雨水不停地滴漏 房屋与财富 是祖宗遗留的 产业 唯有名讳的妻子 是耶和华所赐的 懒惰使人沉睡 闲懒的人必受饥饿 谨守借命地 保全自己的性命 轻忽自己道路地 必至死亡 恩待穷人地 等于借钱给耶和华 他所行的 耶和华必偿还 趁着还有指望的时候 要管教你的儿子 不可纯心认他死亡 常发烈怒的人 必须受罚 如果你帮助他 就必须一而再帮助他 你要听劝告 受管教 好使你将来做个 有智慧的人 人心里的谋算很多 唯有耶和华的计划能实现 人所渴望的 就是忠诚 做穷人 比做撒谎的人还好 敬畏耶和华的 得着生命 他必安居知足 不会遭受祸患 懒惰人把手放在盘子里 连拿食物送回口边 也不愿意 责打好讥笑人的 于蒙人就会变得精明 责备聪明人 他就会明白知识 虐待父亲 赶走母亲的 是遗休可耻的儿子 我儿 你若是停止听受管教 就会拼离知识的言语 无赖做见证 嘲笑公平 恶人的口吞吃罪孽 刑罚是为好讥笑人的预备的 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 真言第二十章 酒能使人狂放 烈酒能使人喧哗 所有因醉酒而犯错的 都没有智慧 王的震怒好像狮子的吼叫 触怒他的使自害己命 平息纷争就是人的荣耀 只有愚望人 个个都爱争执 懒多人冬天不耕种 到收割的时候 出去求食 必一无所得 人心里的谋略如同深水 唯有聪明人能挤引出来 很多人自称忠诚 但信实的人 谁能遇着呢 行为完全的义人 他的后代是有福的 君王坐在审判的位上 他的眼目茶茶一切恶事 谁能说 我洁净了我的心 我是清洁无罪的 不同的砝码 不同的凉器 两样都是耶和华所厌恶的 孩童的行动是否清洁正直 凭他的行为 就可以把他自己显明出来 能听的耳朵和能看的眼睛 两样都是耶和华所造的 不要贪税 免得你贫穷 睁开眼睛 你才有饱餐 买东西的说 不好不好 离去以后 他就自夸 虽有金子 许多红宝石和宝器 但充满知识的嘴唇 比这一切更宝贵 谁为陌生人做保证人 就拿去谁的衣服 谁替妓女做保证人 谁就要做担保 欺骗得来的食物 人总觉得甘甜 事后 他的口必充满杀石 计划要有筹算才能确立 作战也要倚靠智谋 到处搬弄是非的 泄露秘密 好说闲言的 不可与他结交 咒骂父母的 他的灯 必在漆黑的幽暗中熄灭 起初迅速得来的产业 最后却不是福气 你不要说 我要以恶报恶 要等候耶和华 他必拯救你 不同的砝码是耶和华所厌恶的 诡诈的天平也是邪恶的 人的脚步是由耶和华所定 人怎能明白自己的道路呢 如果有人轻率地说 这是归神为圣之物 许愿以后才重新考虑 就是自现网罗 智慧的王 博散恶人 并用车轮碾他们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探照人的脏腑 慈爱和信实保护君王 他的王位也借慈爱为持 气力是年轻人的荣耀 白发是老年人的尊荣 边伤能除尽人的邪恶 责打能洗尽人的脏腑 真言第21章 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好像水沟的水 他可以随意转移 人看自己一切所行的 都是正直的 耶和华却衡量人心 秉公行义 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 高傲的眼 傲慢的心 恶人的灯 都是罪恶 殷勤人的筹划 必使他获利 行事急躁的 必至贫穷 凭撒谎的舌头 得来的财宝 是飘荡的浮云 死亡的追寻 恶人的暴行 必拖累自己 因为他们不肯秉行公正 罪人的道路充满狡诈 清洁的人行为正直 宁可住在房顶的一角 也不跟吵闹的妇人 同住一间房屋 恶人的心只求邪恶 他的眼并不顾惜临舍 好讥笑人的受刑罚的时候 愚蒙人就得着智慧 智慧人受训惠的时候 他就得着知识 公义的神留意恶人的家 使恶人在祸患中毁灭 色尔不听贫穷人呼求的 他将来呼求 也得不到应允 暗中送的礼物 可以平息怒气 怀里藏的贿赂 能平息暴怒 秉行公正 使一人喜乐 却使作孽的人恐惧 天离明慧之道的人 必住在阴魂的会中 贪爱享乐的 必成为穷乏人 好久爱自由的 必不会富足 恶人做了一人的暑假 奸诈人做了正职人的替身 宁可住在野地 也不跟吵闹易怒的富人同住 智慧人的居所中 积存珍贵的财物和油 愚昧人却把他所有的挥霍耗尽 追求公义与慈爱的 必得着生命 公义和荣耀 智慧人登上勇士的城 请负他倚靠的肩累 谨守口舌地 保护自己免受患难 骄傲自大的人 他的名字是好讥笑人的 他行事狂妄骄傲 懒惰人的愿望害死自己 因为他的手不肯工作 他终日贪得无厌 但一人诗语 毫不吝啬 恶人的祭物是耶和华所厌恶的 更何况是怀着恶念来陷的呢 做假见证的必要灭亡 聆听真情的人 他的话长存 恶人厚颜无耻 正直人却坚定他的道路 任何智慧、聪明、谋略 都不能抵挡耶和华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胜利却在于耶和华 真言第二十二章 名誉胜过多财 恩宠胜过金银 世上有财主 也有穷人 两者都是耶和华所造的 精明人看见灾祸 就躲藏起来 与谋人却往前走 自取祸害 谦卑和敬畏耶和华的赏赐 就是财富、荣耀和生命 奸诈人的道路满布荆棘和网罗 谨慎自己的必远离这些 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 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 财主管辖穷人 欠债的做债主的奴仆 散播邪恶的必收祸害 他愤怒的账终必毁掉 心存良善看人的 必蒙赐福 因为他把自己的食物分给穷人 赶走好讥笑人的 纷争就除去 争执和耻辱也必止息 喜爱内心洁净 嘴上有恩言的 君王要做他的朋友 耶和华的眼目 互为知识 却请妇奸诈人的话 懒多人说 外面有狮子 我在街上必被杀害 淫妇的口是深坑 耶和华所恼恨的 必陷在其中 欲望束缚孩童的心 管教的账 可以把欲望远远驱除 欺压穷人 为要增加自己财富的 送礼给财主的 必至穷乏 你要留心听智慧人的言语 专心领受我的知识 如果你心里谨守 嘴唇上常常送念这一切 自会觉得甘美 我今日特别指教你 我要使你倚靠耶和华 我不是曾经给你们写下 有关谋略和知识的事吗 要教你认识确实的真理 使你把真理回复那 拆派你来的人 你不可因为贫穷人穷乏 就抢夺他的东西 也不可在城门口 欺压穷苦人 因为耶和华 必为他们申冤 抢夺他们的 耶和华也必夺取 那人的性命 容易发怒的人 不要与他为友 脾气暴躁的人 不要与他来往 免得你效法他的行径 自己就陷在网罗里 不要替别人挤掌担保 也不可谓欠债地做保证人 如果你没有什么可以偿还 何必使人连你睡觉的床也夺去呢 你的祖先立定古时的地界 你不可迁移 你见过办事能干的人吗 他必势力在君王面前 必不会势力在低违的人面前 真言第二十三章 你与官长一起作息吃饭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 你若是个贪吃的人 就当把刀子放在喉咙上 不可贪恋他的美食 因为那是骗人的食物 不要劳碌求富 你要明智地放下这企图 你的眼睛注视在钱财上 钱财却不见了 因为钱财必长起翅膀 如鹰飞往天上 不可吃吝啬人的饭 也不可贪恋他的美食 因为他心里怎样计算 他的为人就是怎样 他虽然对你说 请吃请喝 他的心里却没有你 你所吃的那一点食物 必要吐出来 你道谢的美言 也都白费了 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 因为他必藐视你 明晦的言语 你不可迁移古时的地界 也不可牵占孤儿的田地 因为他们的救赎主 大有能力 他必向你 为他们的案件深渊 你要专心领受教训 留心听知识的言语 要管教孩童 不可姑息 你虽然用杖打他 他也不会死 你要用杖打他 就可以救他的灵魂 免下阴间 我儿 如果你的心有智慧 我的心也就欢喜 你的嘴唇说正直话的时候 我的内心就欢乐 你的心不要嫉妒罪人 只要时常敬畏耶和华 因为万事必有结局 你的盼望也不会断绝 我儿 你要听 要有智慧 要引导你的心 走在正路上 酗酒的人 不可与他们来往 暴食的人 不要与他们为友 因为酗酒暴食的人 必治穷乏 贪睡的人 必穿破衣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也不可因为母亲老了 就藐视他 你要买真理 不可出卖 要得智慧 教训和哲理 一人的父亲 必大有快乐 生下智慧的儿子的 必因儿子欢喜 要使你的父母欢喜 是生下你的快乐 我儿 把你的心给我 你的眼目 要关注我的道路 因为妓女是深坑 淫妇是狭窄的井 她像强盗一样埋伏 是人间增添很多奸诈的人 谁有祸患 谁有愁苦 谁有纷争 谁有怨言 谁无故受伤 谁的眼睛赤红 就是那些沉沉于酒 常去品尝调和美酒的人 你不要看酒怎样发红 在杯中怎样闪烁诱人 喝下去怎样舒畅 最后 她却像咬你的蛇 像刺你的毒蛇 你的眼睛 必看见怪异的事 你的心 必说乖谬的话 你必好像躺在海中 又好像躺在桅杆顶上 你必说 人打我 我不痛 人鞭打我 我不晓得 我什么时候清醒 我还要再去寻酒 真言第24章 你不要嫉妒恶人 也不要期望与他们共处 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 他们的嘴唇讲论坚恶 房屋的建造是凭着智慧 又借着聪明得到监力 并且借着知识 各房间充满各样宝贵和美好的财物 智慧人大有能力 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 你要凭着智谋去作战 谋士众多就可得胜 智慧对于望人来说 事态高超 因此他在城门口 哑口无言 计划作恶的必成为阴谋家 欲望人的计谋 尽是罪恶 好计较人的是人所厌恶的 你在患难的日子 若是懈怠 你的力量就微小 被拉到死地的人 你要拯救 将要被杀戮的人 你要挽救 如果你说 这是我不知道 那衡量人心的不明白吗 那看顾你性命的不晓得吗 他不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吗 我儿 你要吃蜜 因为这是好的 吃风防下滴的蜜 就绝甘甜 要知道智慧 对你的心也是这样 如果你得着智慧 就必有好结局 你的盼望也不会断绝 恶人啊 不要埋伏攻击义人的住处 不要毁坏他的居所 因为义人虽然七次跌倒 仍能再起来 但恶人必在祸患中绊倒 你的仇敌跌倒的时候 你不要欢喜 他绊倒的时候 你心里不可欢乐 恐怕耶和华看见了 就不喜悦 把他的怒气 从仇敌的身上 转到你的身上 不要因作恶的人心怀不平 也不要嫉妒恶人 因为恶人 必没有好结局 恶人的灯必要熄灭 我儿 你要敬畏耶和华 也要尊敬君王 不要与叛逆的人结交 因为他们的刑罚 必忽然临到 亦和华与君王要施行的毁灭 谁能晓得呢 以下也是智慧人的话 审判的时候 看人的情面是不对的 对坏人说 你是好人的 万民都要咒骂他 万族都必赠物他 指责坏人的 必得欢悦 每福必临到他们 应对诚实的 如同亲吻别人 你要在外面 预备好你的工作 在田间 为自己准备妥当 然后建造你的房屋 不可无故作证 指扣你的邻舍 不可无告他人 你不可说 人怎样待我 我也怎样待他 我要照他所行地 报复他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 无知人的葡萄园 只见到处长满吉林 地面盖满刺草 石墙也倒塌了 我看了就用心思想 我见了就领受了教训 在睡片时 打盾片时 抱着手躺卧片时 你的贫穷 就必向强盗来到 你的缺乏 就必向拿兵器的人来到 真言第25章 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真言 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抄录的 把事隐藏 是神的荣耀 把事查清是君王的光荣 人不知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君王的心也照样测不透 除去银子的渣子 银匠就可以做出器皿 除去君王面前的坏人 他的王位就可以靠公义建立 你在君王面前 不可妄自尊大 也不可擅自站立在大人物中间 宁可让人对你说 请上座 胜过你在尽见的险跪面前 被人叫你退下去 不可轻率出去与人征颂 否则你的邻舍若使你受入 结果你要怎么办呢 如果有纷争 只与你的邻舍一人争论好了 不可揭发别人的秘密 恐怕听见的人辱骂你 你的恶名就不能脱掉 一句话说得合宜 就像金苹果香在银的器物上 智慧人的责备在听从的人耳中 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事物 忠信的使者 对那些拆遣他的人来说 好像在收割的时候 有冰雪的凉气 使主人精神舒畅 空夸送礼却没有实行的人 就像无语的风云 恒久忍耐可以劝服掌权的人 柔和的舌头可以折断骨头 你找到蜂蜜 吃够就好了 免得吃得过多就呕吐出来 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 免得他厌烦你 就憎恶你 做假见证陷害邻舍的人 就像大锤、快刀和利剑 遭遇灾难的时候 倚靠奸诈的人 就像倚靠坏牙和不稳的脚 对着悲伤的心灵唱歌 就像冷天脱衣服 又像剪上倒酸 如果你的仇敌饿了 就给他食物吃 如果渴了 就给他水喝 因为你这样做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叶和华必环抱你 北风带来雨水 暗中毁谤人的舌头 使人怒容满面 宁可住在房顶的一角 也不跟吵闹的妇人同住一间房屋 来自远方的好消息 好像疲乏的人得喝凉水 一人在恶人面前屈服 好像浑浊了的水泉 污染了的水井 痴迷过多是不好的 追寻自己的荣耀 也是不好的 人若不控制自己的心 就像没有城墙 毁坏了的城一样 真言第二十六章 夏天落雪 收割时下雨 都不合宜 照样 愚昧人获得尊荣也不合宜 麻雀怎样飞来飞去 燕子怎样翻飞 照样 无故的咒诅也不会临到人 鞭子是为了打马 绝环是为了勒驴 行杖是为了打愚昧人的背 不要照着愚昧人的愚望回答他 免得你像他一样 要照着愚昧人的愚望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借愚昧人的手传递信息的 是自断己足 自寻烦恼 真言在愚昧人口中 就像瘸子的腿 虚弦无用 把荣耀给愚昧人的 就像人把石子细在投石器上 真言在愚昧人口中 就像荆棘在罪汉手里 雇用愚昧人和过路人的 就像胡乱射伤众人的弓箭手 愚昧人一再重复他的愚望 正像狗转过来吃自己所吐的 你见过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懒惰人说 路上有狮子 广场上也有狮子 懒惰人在床上翻动 就像门绕着门角 转动一样 懒惰人把手放在盘子里 连拿食物送回口边 也觉得劳累 懒惰人看自己 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 更有智慧 过路的人被激怒 去干涉与自己无关的争执 就像人揪住狗的耳朵 人欺骗了林舍 却说 我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他就像疯狂的人 投植火把 利剑和杀人的武器 没有柴 火就熄灭 没有搬弄是非的人 纷争就平息 好征镜的人 煽动争端 就像鱼尽上加炭 火上加柴一样 搬弄是非的人的言语 如同美食 深入人的脏腑 嘴唇火热 心却兼饿 就像包上银渣的瓦器 憎恶人的 用话语掩饰自己 心里却纯着诡诈 他的话语虽然动听 你不可信他 因为他心里有七样可厌恶的事 他的怨恨虽然以诡诈掩饰 但他的邪恶 必在大会中显露出来 挖掘 现坑的 自己必掉在其中 滚石头的 石头必滚回自己身上 虚黄的舌头 憎恶被他伤害的人 谄媚的口造成败坏 真言第二十七章 不要为明日自夸 因为今天要发生什么事 你尚且不知道 让外人夸奖你 不可自己夸奖自己 让别人称赞你 不可自己称赞自己 石头重 杀兔也重 愚望人的怒气 比正两样更重 烈怒虽然凶残 暴怒又好像狂澜 人还可以抵受 但面对嫉妒 谁能站立得住呢 坦白的责备 胜过暗中的爱 爱你的人家的创伤 是出于忠诚 恨你的人 却与你连连亲嘴 吃饱的人连疯房的蜜也厌恶 饥饿的人连一切苦的东西 都觉得甘甜 离家的人到处漂泊 好像离朝的雀鸟 到处游飞一样 高油和香料 使人心畅快 朋友真诚的劝勉 也使人觉得甘甜 你的朋友和你父亲的朋友 你都不可离弃 在你遭遇患难的日子 不可禁你兄弟的家 在附近的邻舍 胜过在远方的兄弟 我儿 你要做智慧人 使我的心快乐 我也可以回答那羞辱我的 金鸣人看见灾祸 就躲藏起来 余蒙人 凡往前走 自取祸害 谁为陌生人做保证人 就拿去谁的衣服 谁替妓女做保证人 谁就要做担保 清晨起来 大声为临舍祝福的 就等于是咒诅她 下大雨的时候 不断滴漏 就像吵闹的妇人一样 谁要拦阻她 就像拦阻风 也向右手抓油 铁磨铁 磨得锋利 朋友互相切磋 财质也变得敏锐 照料无花果树的 必吃树上的果子 侍奉主人的 必得尊荣 水怎样映照人面 人的心思 也怎样反映其人 阴间和灭亡 不会满足 人的眼目 也是一样 用锅炼银 用炉炼金 人的称赞 也是炼人 你虽然用处把鱼望人 与碎骨一同倒在旧中 他的鱼望 还是离不了他 你要清楚知道 你羊群的景况 专心照料你的牛群 因为财富不是永恒的 冠冕也不能纯到万代 甘草割去 嫩草又出现 山上的野草 也都收集起来 羊羔的毛 可以给你做衣服 山羊可以做买田地的嫁淫 山羊乃足够做你的食物 也足够做你一家的食物 并且足够维持你众婢女的生活 真言第28章 恶人虽然没有人追赶 仍然逃跑 义人却像狮子放胆无惧 国家因有过犯 领袖就经常更换 依赖聪明知识具备的人 国家才可以长存 穷人欺压贫寒人 就像暴雨冲没粮食 离弃律法的 称赞恶人 遵守律法的 却与恶人相争 坏人不知公正是什么 寻求耶和华的 却完全明白 行为完全的穷人 必掉在自己所挖的坑里 完全人 却必承受福气 财主自以为有智慧 聪明的穷人 却能看透他 一人得胜的时候 有极大的荣耀 恶人兴起的时候 人就躲避 遮掩自己过犯的 必不亨通 承认并离弃过犯的 必蒙怜悯 长存借具之心的 这人就为有福 心里刚硬的 必陷在祸患里 残暴的统治者 狭治平民 就像吼叫的狮子 又像饥饿觅食的熊 昏庸的君主 必多行强暴 憎恶不义之财的 必享长寿 背负流人血之罪的 必逃跑至死 人不可帮助他 行为完全的 必蒙拯救 行事狡诈的 必立刻跌倒 耕种自己田地的 必有充足粮食 追求虚患的 必饱受穷乏之苦 忠实的人 必有大福 急于发财的 不免受罚 看人的情面 是不对的 但有人 为了一点食物 竟然犯法 吝啬的人 急切求财 却不知穷乏 快要领到 责备人的 终必得人喜悦 胜过那用舌头 谄媚人的 偷窃自己父母财物 并说 这不是罪过的 这人 是与强盗一伙 贪心的人 必引起纷争 依靠耶和华的 必得风欲 自视聪明的 是愚昧人 凭着智慧行事的 必蒙拯救 周济穷人的 必不至缺乏 必眼不理他们的 必多受咒诅 恶人兴起的时候 人就躲避 恶人灭亡的时候 一人就增多 真言第二十九章 人屡次受责备 仍然硬着景象 他必突然毁灭 无法挽救 一人增多的时候 人民就喜乐 恶人掌权的时候 人民就叹喜 喜爱智慧的 使父亲喜乐 亲近妓女的 好尽家财 君王以公正使国监力 收受贿赂的使国父王 谄媚临舍的人 是在他的脚下张设网罗 恶人因为过犯 陷于网罗 一人却欢呼喜乐 一人关注穷人的冤情 恶人却不分辨实情 好讥笑人的 煽动全程骚乱 智慧人却只惜众怒 智慧人与愚望人争送 愚望人 只会咆哮或嘲笑 总不能安静 好留人写的 恨物完全人 并寻所正直人的性命 愚昧人把怒气尽情发泄 智慧人却抑制怒气 如果掌权者听信谎言 他所有的臣仆 必都是坏人 世上有穷人 也有欺压人的 两者的眼睛都蒙耶和华光照 如果君王诚实地审判穷人 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 仗责和管教能使人有智慧 放纵的孩子使母亲蒙羞 恶人增多的时候 过犯也必增多 一人必看见他们请妇 管教你的儿子 他必使你得安息 也必使你的心得喜乐 没有启示 人民就没有法纪 遵守律法的 就为有福 只用言语 不能使奴仆受管教 他虽然明白 却没有反应 你见过言语急躁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如果人从小骄纵仆人 结果必带来忧愁 容易发怒的人 引起纷争 脾气暴裂的人 多有过犯 人的骄傲 必使他卑微 心里谦卑的 必得尊荣 与盗贼分赃的 是恨恶自己的性命 他虽然听见 要他启示作证的声音 却不说话 惧怕人的 必陷入网罗 依靠耶和华的 必得安全 很多人求掌权者的情面 但个人的判决 是出于耶和华 不义的人 是义人所厌恶的 行为正直的人 是恶人所厌恶的 真言第三十章 雅基的儿子 雅古尔的话 是神的末世 这人对仪帖 对仪帖和乌甲宣讲 我比众人更于玩 也没有聪明 我没有学习智慧 也不晓得 有关至圣者的知识 谁升上天 又降下来呢 谁收巨风 在掌中呢 谁包水 在衣服里呢 谁立定地的四级呢 他的名字叫什么 他儿子的名字叫什么 你知道吗 神所说的话 句句都是炼净的 投靠他的 他就做他们的盾牌 他的话语 你不可增添 恐怕他责备你 你就表明是说谎的 我有两件事求你 在我死去以前 求你答应我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不要使我贫穷 也不要使我富裕 只要给我虚用的食物 免得我吃饱了 就不认你说 耶和华是谁 又恐怕我贫穷 就偷窃 污毒了我神的名 不要向主人 毁谤他的仆人 恐怕他咒诅你 你就判为有罪 有一种人咒诅父亲 又不给母亲祝福 有一种人自以为清洁 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 有一种人眼目多么高傲 他们的眼睛长在顶上 有一种人牙如剑 尺如刀 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 和世人中的贫穷人 水智有两个女儿 常说给我给我 不知足的东西有三样 连总不说够了的 共有四样 就是阴间 不能生育的妇人 水源不足之地 和总不说够了的火 嘲笑父亲 藐视年老母亲的 她的眼必被古中的乌鸦 啄出来 给除鹰所吃 我测不透的骑士有三样 连我不知道的 共有四样 就是鹰在空中飞翔之道 蛇在磐石上爬行之道 船在海中航行之道 男与女交合之道 营妇的行径是这样的 她吃了 把嘴一抹 就说 我没有做错事 石地震动的是有三样 连地也担当不起的 共有四样 就是奴仆做王 鱼丸人吃得饱 被人厌恶的女子出嫁 婢女接替主母的地位 地上有四样小东西 非常聪明 蚂蚁是微小的昆虫 却能在夏天预备粮食 食欢并不是强壮的动物 却能在岩石中作枯 蝗虫没有君王 却能成群猎队出发 壁虎虽可以用手捕捉 却住在王宫中 步伐威武的东西有三样 连行走威武的 共有四样 就是在百兽中 最威猛的狮子 他面对任何野兽 也不会退缩 还有高势阔步的 雄姬和公山羊 以及率领军兵的君王 如果你行事愚昧 自高自大 或是心怀恶计 就要用手掩口 搅动牛乳 必生出乳酪 紧压鼻子 必压出血来 激起怒气 必产生纷争 箴言第31章 丽木伊勒王的话 是神的末世 是他母亲教训他的 我儿 我父中生的儿啊 我许愿所得的儿啊 我要对你说什么呢 不要把你的精力给妇女 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 丽木伊勒啊 君王不可喝酒 君王千万不可喝酒 掌权的 不可贪饮烈酒 恐怕喝了酒 就忘记律力 把困苦人的一切案件都颠倒了 要把烈酒 给将要灭亡的人喝 把酒给心里愁苦的人喝 让他喝了 就忘记自己的贫穷 也不再纪念自己的烦恼 你要为不能自便的人 开口说话 为所有贫苦的人申冤 你要开口说话 秉公审判 为困苦和穷乏的人申冤 有财德的妇人 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红宝石 她丈夫心里倚靠她 就不会缺少收入 她一生的年日 只带给丈夫益处 没有害处 她搜求羊毛和细麻 乐意亲手做工 她好像一队商船 从远方运来食物 天还未亮 她就起来 把食物分给家人 把当作的工 分派种婢女 她选择了一块田 就把它买下来 用自己双手赚得的收入 栽种葡萄园 她以能力束腰 使自己的绑臂有力 她知道自己的经营获利 她的灯终叶不灭 她伸手拿着卷线杆 手掌握着纺锤 她张手周济困苦人 伸手帮助穷乏人 她不应下雪 为自己的家人担心 因为她全家都穿着 温暖的珠红色衣服 她为自己做床毯 她的衣服是细麻 和紫色布料做的 她丈夫与本地的长老 在城门口同坐 是众人都认识的 她做细麻布衣服出售 又供应腰带给商人 她以能力和威仪为衣服 想到日后的幸福就欢笑 她开口就说出智慧的话 她的舌头上充满慈爱的训讳 她监管一切家务 从不白吃嫌犯 她的儿女都起来 称她是有福的 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 有才德的女子很多 但你比她们更超拙 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浮的 唯有敬畏依和华的妇女 必得称赞 愿她享受自己手所做的成果 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 使她受称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